作为第一夫人,宋美云喜欢养狗。 蒋介石本是巨人,受夫人的熏陶,对狗也是爱得不得了。 在蒋介石的官邸里,除蒋介石夫妇啊,狗就是第一位的。 每天蒋介石和宋美云用完午餐时,一条白狗就会被带进他们的餐厅里。 接着,一个侍卫人员拿着牌,让蒋介石和宋美云掉半狗时。 然后,两人开始给他喂食。 由于蒋介石和宋美云都喜欢他,侍卫人员对他十分敬畏,谁也不敢对这条爱犬如何,一不能打,二不能骂。 而这条狗却爱着人士,老爱欺负侍卫们,有时爬到侍卫身上乱血,有时咬他们的衣服,甚至咬他们的脚。 而谁要是被他咬伤了,得自己掏钱去打防疫针,还不敢声张。 为什么?因为,一次一个侍卫被狗咬伤了,蒋介石知道了,斥责他,你不欺负狗,他无缘无故会咬你。 尽管蒋介石每日喂食他,探护着他。 可是,这条狗对宋美云却比对蒋介石要轻力多。 这一点,蒋介石夫妇也很清楚。 依次,宋美云和蒋介石开玩笑说,你假装着打我,看看他帮谁。 结果出现的场面是,那扫狗总是倒在蒋介石面前,不让蒋介石打宋美云。 这条狗,后来被宋美云成为最忠实的警卫,侍卫们背后议论说,他知道先生怕夫人,所以对夫人比对先生还先。 狗眼看人低,这条狗还真没错。 狗眼看人低,这条狗还真没错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